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的来部《汤国系女孩爱上残疾富豪》的故事 威尔是一个超级富豪,拥有令人羡慕的生活 最可惜的是,她还是一位360度无死角的帅哥 她的成功完全不是凭借运气 她对待公司事务从不含糊 天降大雨,也不能阻挡她去公司处理事务的脚步 明知道下雨了,人家就是不带伞 不然怎么突出她的坚强品质呢 很可惜迎面而来的摩托车将她撞倒 路易莎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女孩子 和威尔不同的是,她经济上很受限制 但是她的精神上十分的富足 在一家蛋糕店里当服务员 她非常有耐心对待每一位顾客 虽然是一家小店 小路也是用五星级的态度去服务 即便是这样,依然没有逆转小店的命运 小店经营不善,入不敷出,倒闭了 小路也因此而失业 她领到了最后一笔工资,失落地回到家里 因为她的失业也引起了父母的嘴战 家里本来就经济状况不太好 这一下又多了一个吃闲饭的人 小路是一个十分体谅大人的孩子 为了维持生计,很早就出去工作了 看着家里现在的情况,她也十分的哭恼 她的男友帕特鼓励她去中介公司找工作 还会为她的假期出钱 让她没有那么多的负担 中介公司为她介绍了很多工作 但都不适合她 中介的工作人员看在她十分诚恳的份上 为其安排了一份照顾残疾人的工作 这也是她最后的机会 她的母亲为了能让她面世成功 专门让她穿上自己年轻时的正装 一身复古打扮的小路就这样 出现在这家女主人的面前 虽说人家对故宫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 但还是提出了几个关于照顾四肢残疾的病人几个要求 没有任何准备的小路显得有些紧张 回答的结结巴巴 还将自己的裙子给撑破了 既然这样也只能破罐子破摔了 脱下自己的外套挡在腿上 故宫还问了她的理想对未来工作的目标 以及自己的追求是什么 让小路一脸懵逼 什么时候面世个保姆还要谈人生理想了 可是爱不说人家也不会录用咱 还得硬的头皮说 要学历没有学历 要技术也没有技术的她 只能说自己的学习能力强 提搁强壮会泡茶 女主人看得出来小路渴望得到这份工作 她诚实善良这就足够了 决定录用她 带着她去见自己的儿子威尔 因为残疾她奉逼了自己 不和任何人交流 当然除了这间房子 她想去哪都费劲 小路看到威尔没有什么反应 反倒是威尔表现出极大的反感 很恶意的扮鬼脸 想要吓走小路 威尔还是一如既往的衰 只不过她性格却有了很大的变化 讲话刻薄 不留余地 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 经过简单的介绍 小路用自己的热情微笑 回应了冷漠的威尔 全家人都为她找到工作而开心 威尔每天好靠大量的药物 来缓解她的疼痛 这些都要小路来负责 不能冲出任何差错 照顾威尔的注意事项 有一本字典那么厚 小路得花时间好好地研究一番 雇主高薪聘她来只有一个目的 逗她开心 自从威尔残疾之后 就再也没有效果 父母担心这样下去 她会变得很自闭 每天威尔最开心的活动 就是坐在窗前 呼吸新鲜的空气 慢慢地等死 这样消极的想法 让小路不知道该如何和她交流 她可不想就这么放弃 努力地和她交谈 可威尔的话如同一盆冷水一样 浇灭了她所有的热情 发呆也成了她最常做的事情 她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不能让威尔消极的情绪影响到自己 自己乐高的心情要影响到威尔 之后的日子里面 她每天都穿着花里胡哨 积极地面对每一天 她的品位让威尔实在不敢恭位 满脸的嫌弃 她反感别人窥探她的隐私 最凡被人拿过去的自己 和现在自己做比较 更反感别人因为同情而发出的叹息 小路的傻里傻气 成为了威尔每天最大的乐趣 她尽职尽职的工作 换不来威尔的认同 这让她觉得有些疲惫 忍不住和姐姐吐槽了起来 即使这样她也不能辞职 姐姐就要念大学了 家里的经济压力更大了 抱怨会抱怨 但还是要支持姐姐的选择 这些天 小路像往常一样来工作 威尔的妈妈一脸沉重地告诉她 有朋友要来探望威尔 看上妈妈的样子 可不像是朋友 倒像是仇人 小路怎么说也是一个外人 不便多问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 这两个个人 一个是威尔的铁哥们 一个是她的前女朋友 经过一番尬聊 两个人终于说出重点 他们两个就要结婚了 这对于威尔来说 是不小的打击 她违心地祝福了两个人 威尔前女友 对于两个人现在的结果 完全怪在威尔头上 谁让她当初先抛开了自己 在威尔这里得不到慰藉 很快就投入别人的怀抱 威尔在他们走后 将和前女友的照片摔碎了 她彻底和过去告别 心如死灰 小路忍不住 将这件事情告诉自己的男朋友 她简直不敢相信 她的女友 和自己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了 如果换车自己 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爱人 她和男友商量着 假期旅行的事宜 起初男友说要去挪威 她的心情十分的激动 但男友去挪威 是参加铁人三项比赛 这让她有些崩溃 旅行无望 还是好好赚钱养家 她将威尔摔碎的相框 重新粘了起来 她好心好意地为其服 换来的却是威尔嫌弃和指责 小路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将威尔发泄了 多日以来积压的不满 她只想做好工作 威尔怎么样和自己没有关系 她迫切得需要钱 面对这么直白的表达 威尔还是头次听到 竟然瞬间没了脾气 自己又开始在窗户前发呆 直到小路主动和她打招呼 她的语气还是那么咄咄逼人 要求小路和她一起看电影 小路很不喜欢看原生电影 她讨厌追着字幕看 可威尔明知道人家不喜欢 还硬着要人家看 为了不和小孩子脾气的他斗 小路还是安安静地看了电影 威尔可不专心 时不时地偷瞄小路 心里想着 看吧 我看的电影多有品味 小路十分喜欢这部电影 甚至和威尔看起了大山 一部电影竟然奇迹般地 拉近两个人的关系 他们在花园里面散步 讨论着彼此的兴趣爱好 这也让威尔的妈妈十分的惊讶 看来儿子的心情越来越好了 她的身体状况很不稳定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她就像一个玻璃娃娃一样 必须时刻忽在手心里面 尤其是在冬天来年的时候 威尔的身体状况更差了 她昏昏欲睡 小路在她的耳边呼唤她 威尔一点反应都没有 她十分的焦急 听到威尔虚弱的声音她才放心 大学封路最后 医生徒步走来为她治疗 冰清稳定后 小路寸步不离守在威尔身边 闲来无事找到她的生日影片 在没有那场事故之前 她健壮 友好 爱冒险 跳水 花雪都不在话下 可现在她萎靡不振躺在床上 每天干的唯一件事情就是等死 不仅等死还试图自杀 她的手腕上伤痕累累 小路的笑声将威尔吵醒了 看到小路还在就感觉不到孤独了 经过这些天的相处 她终于温出自己心中的疑惑 她究竟是怎么样成为这副鬼样子的 威尔如实告诉她 小路觉得这太不幸了 她或许不该问 这不是在接别人的伤疤吗 威尔希望她能够给自己讲一些趣事 这一下可打开了小路的话匣子 先是给她唱了歌 又给她讲了很多小时候的趣事 两个人的相处越来越融洽了 东去春来 他们两个在花园里面相谈生还 以前只是用眼神来嘲笑小路的品味 现在则毫不留情地指出她品味清洗 她认为这样清洗的品味 绝对不是在她家形成的 因为这里死气沉沉 是等死的人才会住在这里 可小路并不这样认为 她觉得这里很好 其实环境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自己怎么看待 威尔很是好奇 小路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孩 她之前从未认识过这样的女孩子 小路的出现打开了她新世界 其实小路最想学的是时尚设计 想去读大学 但因为种种原因 她没能够去城 威尔鼓励她 应该去不断拓展自己 去学自己喜欢的东西 她是真的不知道柴米油盐贵 要是小路有钱 她怎么会放弃自己的理想呢 她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 就说威尔该挂胡子了 威尔却让小路挂 小路是第一次挂胡子 两个人都有些紧张 挂完胡子威尔又变成帅气的模样 两个人的关系也越拉越近了 原本开心的小路无意间听到了 威尔早已经选择了安乐死的消息 她不敢相信这一切 甚至对自己的工作失去了信心 她想要挽回威尔的生命 可她能以什么立场去挽回呢 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保姆而已 她不想再回去工作 怕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威尔 小路再次找姐姐谈心 姐姐告诉她 不能抛弃威尔 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光 陪她度过美好的生活 这让小路毛色顿开 说不定美好的生活 能够留住她的生命 她查了很多关于残疾人的活动 并列了一个清单 她拿给威尔的父母看 他们也同意了她的想法 再次出现在威尔的面前小路 面带笑容 还要带着她去看赛马 小路对赛马一窍不通 瞎的赌注也输掉了 威尔再次嘲笑了她 因为不是顶级会员 不能够进入餐厅用餐 但是小路不一余力地和电影交谈 可电源依旧不松口 威尔觉得有些丢人要回家 心情烦躁的威尔 到家里听音乐 来释放自己的愤怒 赛马失败了 小路拿出第三套方案 听音乐会 骄傲的威尔 耐不住小路再三要请 最终还是同意了 小路特意穿上自己的红色礼服 和威尔一起去听音乐会 威尔的脖子 被礼服的标签弄得很不舒服 没有任何工具的小路 直接咬了下来 周围人都纷纷议论 但小路完全不在乎 其实大多数人 都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活得很累 威尔也是如此 因为害怕别人说三道四 才一直躲在自己的安乐窝 以为这样就能保护自己 现在的她 因为小路而改变 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古典音乐对于小路来说 就是眼熬 但是为了让威尔开心 还是老老实地坐在一旁 她很感谢小路 同时也很享受 和小路在一起的时光 小路邀请威尔到自己家做客 替自己庆祝生日 威尔的状态似乎还不错 还会开玩笑 小路还邀请了男友 她看到小路为威尔吃东西 有些嫉妒 但她又告诉自己 这是小路的工作 不能吃醋 威尔拿出自己的礼物 小路简直高兴地发狂 这是她小时候记忆中最喜欢的袜子 看到小路的反应 威尔很是高兴 但是男友却吃醋了 不过最后 大家还是很客气地度过了生日派对 日子过得肥快 威尔的前女友也要结婚了 她还发烂邀请函 现在威尔已经改变了很多 她不再对女友的遗情别脸怀恨在心 她和小路在城堡上看风景 威尔对小路说了很多 她很怀念曾经的自己 漫步在法国的街头 或是咖啡店里小歇 尽情地享受法国美女清烈的目光 越是怀念 对自己的自己越是嫌弃 或许这就是她选择安乐死的原因吧 她决定参加女友的婚礼 小路得知 爸爸的新工作是威尔安排的 更多的是担心 她安慰小路 更多的要为自己考虑 不断地充实自己 让自己展示高飞 独当一面 她的努力还是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威尔还是来找人利益一主 婚礼如期举行 小路和威尔来参加婚礼 在神圣的教堂 一对新人几位俘复 可惜新郎不是威尔 不过她已经释怀了 这一切对她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她甚至不会因为她的一举一动而伤心 即使新郎来表示感谢 她的内心都毫无波澜 有些危罪的小路坐在威尔的轮椅上 在舞池中旋转 他们比在场的任何人都快乐 他们十分的疯狂 威尔开着自己的轮椅载着小路 在公园里面飞驰 他们外宿了 这是威尔生病以来第一次 也因为这次外宿 威尔的生命再次陷入危险 好在抢救机时 生命体重恢复了正常 躺在病床的威尔努力地睁开眼 只为看了小路一眼 小路成为她每天起床的动力 甚至威尔的身体时常隐隐作痛 这些小路都不知道 甚至和小路在一起时 她都强忍着疼痛 小路不想就这么放弃威尔 她想让威尔放弃安乐死的想法 她重新制定了更加适合威尔的计划 原本来和好的男友 看到小路十分的生气 她觉得这更像是蜜月旅行 他们有给予小路更多的信任 情侣之间一旦产生怀疑 裂痕就会越来越大 最终导致分手 很快他们开启了美妙的旅行 威尔也会晒晒太阳 吹吹海风 在下雨天 她都会透过窗户看雨滴 这些日子以来 威尔和小路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两个人渐渐地爱上了彼此 可是威尔一直在克制自己 她不能爱上他 她终究是要选择死亡的人 她热爱生活 但无法忍受自己的身体 更不想让小路 因为自己而放弃更好的人 她不能自私地占有他 她坚持自己的选择 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变 小路十分的伤心 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 她挽回不了爱人的心 升级的她不再理会威尔 反程途中 他们都很沉默 因为他们都明白 这次回去意味着什么 她什么都没有改变 他们都很伤心 所有人都不理解威尔的选择 不明白为什么她要选择死亡 每一个人对生命有很多的解读 很多人认为 只要还能呼吸 那就要顽强地活着 延续自己的生命 但也有人认为 只要自己没有了价值 就和死亡无异 每一种生死观念都值得被尊重 因为多么善良的人 不怕替代别人做选择 威尔临死之前 小鹿去看望她 她乐观地安慰了小鹿 给她唱歌 她交代了所有后事之后 平静地死去 她为小鹿留下一笔钱 这笔钱足以让她 完成自己的梦想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她会永远地陪着她 在小鹿的心里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篇是英国电影《遇见你之前》 小鹿的乐观 让威尔不再得过且过 让她再次热爱生活 即使知道了死亡的期限 也能够将生活过得多姿多彩 威尔的选择是一个个例 也仅仅是她的选择 在生死观上 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所有人都不愿意亲人死亡 其实身体严重残疾 身患绝症的人 也会心疼爱他们的人 怕他们终于活在 自己忽然去世的恐惧里 我们都热爱生活 所以才能更加清楚地明白 那种为了活着所受的煎熬 单凡自己还有一丝价值 都不会毅然复死 谁不想呼吸新鲜的空气 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和自己相爱的人 永远地相守在一起 这是一部 非常具有哲理的爱情电影 网游条 我十分推荐本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